剪彩 历史性的一刻 行政院长张俊雄和高雄市长陈菊一起剪彩 正式宣布高雄捷运红线通车了 民众从下午一点开始 就可以免费搭高雄捷运一个月 市府官员和捷运公司 每个人脸上都笑容满面 就像办喜事一样 高捷红线全长28.9公里 有24个站 也就是从阿山小港国际机场站 到丑头火车站 这条捷运线串联了机场 高雄车站和左营高铁站三格交通枢纽 是台湾第一条机场捷运 要通车了回首来时路 六年新建过程历经外劳暴动 捷运塌陷意外 好不容易在大选前申告通车 高雄人期待痛苦会过去 美丽要留下来 最重要的是通车后 才是验收成绩的开始 借范建成信人高雄报道